歡迎收看1600股民開講 股民的疑難雜症 老師來開講 大家好 我是明君 台北股市連續漲了四天 今天遇到禮拜五 明天要放假了 但是呢 儘管台北股市今天小壓縮 不過奔周表現 可以說是可圈可點嗎 年底要怎麼樣來跟轉一波呢 我們今天慢慢來教學 如果你信心慢慢回來了 一定要看這一集 包含了投信集團 主力都在作帳喔 選哪些標的呢 世俊教你搭順風車 世俊好 明君午安 大家午安 好 台北股市呢 這個禮拜急攻 那下個禮拜還會這麼衝嗎 還是說我們要等等 攻擊量出來再說呢 如果說沒有量 大股票不會動啊 台積電讓出空間 中小型股倒是搶搶棍 AI浪潮之下間換誰再漲喔 資安軟體股團結力量大 好 傑帥昨天預告資安股的黑馬 今天又所漲停板了 怎麼樣抓新的轉折股 還有機會嗎 我們請問傑帥老師囉 傑帥好 明君好 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終於等到禮拜五 我要跟世俊聊一聊 這個禮拜的方向 外資每天買 儘管說買得越來越少 但至少還在買 不過本週漲了1000點 今天看起來有一點點漲市期貨 有沒有關係呢 我想問世俊 這個禮拜說真的 五天可是每天的盤面主流 都很有趣 有時候漲BBU 有時候漲CPO 昨天開始支服股 軟體股也來了 我想先問一下 下禮拜這些主流族群 會怎麼樣的做變化 那本週漲了五天 今天休息 是不是讓投資人信心開始回來了 你有沒有觀察到資金方面 不管是主力 不管是大戶 有沒有開始在12月底 要來積極搶錢的動作呢 絕對有 這12月就是一個積極的作戰行情 畢竟11月幾乎是悶了一整個月 因為歷史數據統計 本來11月就容易漲 結果11月沒漲 那就是12月就是 延到12月再漲 延到12月就是加倍奉還 好 那先來看一下籌碼面 那今天外資繼續買20億 看起來買不多 其實算偏多 因為昨天美股是大跌的 尤其廢半是跌1.8% 是 所以正常來說外資應該賣超 結果外資今天是買超 然後它的空單又補了2000口 空單越來越少 對 就是月限以上 要記得月限以上 然後外資空單小於4萬口 其實外資就是比較沒有避險的態度 對啊 你就說他們偏多沒有要避險 對 所以說外資沒有避險的情況下 沒有空單沒有增加 沒有要壓盤 其實不太容易拉回來 那今天是禮拜五 那盤是 盤面上大概只剩下資安族群比較熱 對 比較神奇 其他的就是比較算輪動 或是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今天晚上也是要等這個 非農就業 對 那市場就預計從1.2萬人 大升到20萬人 那這個1.2萬人是 因為是從2020年來最少 主要是有颶風跟這個罷工的影響 所以比較少 那因為這次這個月的聯準會利率決策會議 就是看這個數據 那基本上市場預估大概20萬人附近 那失業率是持平是4.1% 只要不要太超過或是減少太多 那我覺得這個月就是降息一碼 確定就降息一碼 就不要太誇張的數字 不要太多或是太少 所以晚上就是盯了這個數據 9點半的時候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時候可能每期跟這個台子期夜盤 會劇烈跳動 所以晚上9點半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技術面來看 還是看法跟昨天一樣 支撐在22972 那目前的點位在23193 還撐住嘛 就這根K棒的低點 對 守住這趨勢就還是偏多 不要跌破就可以了 那有機會來挑戰23700點 大概就是前波的高點 那因為如果是箱形整理的話 到箱形整理上緣 就可以稍微做一點減碼 再看看有沒有機會往上衝 好 目前看起來我們指數 還有向上攻擊的動能 那要靠哪一些族群來動呢 這禮拜其實真的很活潑 什麼族群都有了啦 最新的就是所謂的 支服軟體股族群 但是剛才士俊也跟我先講 他說他認為的確包含了 有實力的人 主力 大戶 的確在12月份也要來趕進度的味道 我們怎麼樣來挑選 他們青睞的標的呢 好 那我覺得12月份 就是一個作帳月 就是我們就找作帳的題材 因為什麼都要作帳 第一個投信作帳 就大家最喜歡討論 基金經營的人要拚績笑 那趕快拉一下自己手中的股票 比如指標股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最近表現不錯 比如說神達 照例 百合 順達 那題材很多啦 有這個AI伺服器 摺疊機 那我覺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這個集團作帳 因為通常集團作帳就只有年底 美化帳面嘛 母公司 子公司 孫公司 大家來一起拉 好 年底就是集團作帳的高峰 但我今天觀察到一個集團 蠻強的 就是偽創集團 大家比較少講 偽創集團 我們先看幾檔股票 那偽創當然就是這個AI伺服器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看 我們先看一下一些其他的 比如說微軟 最近資安股不是很強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4953 它算是比較位階低的 位階很低 它其實獲利也不錯 它10月1分 營收也是歷史新高 然後再看一下說 它主要名字叫做偽創軟體 就是偽創軟體 你看它技術面來看是非常低檔 那這有機會作帳 再來看就是6669的圍影 今天公佈10月份營收 營收爆增 然後你看一下 這也是因為這個關稅的問題 莫名其妙被打下來 但是可能只是一個談判的手段 所以又拉回去 所以這個最近表現是相當不錯 而且我看這個投信也大買 所以等於是投信跟這個集團雙作帳的題材 所以看起來這個偽創集團是有表現 那我再看一下全景軟體是8272 8272 對 這也是 那看一下其實表現也不錯 連續兩個紅K 所以看起來 這偽創集團可以多多留意 那最後就是這個主力作帳 因為年底就是 對 主力作帳聽起來好像 包紅包 對 包紅包 對 其實因為主力就是要拼肌校 拼肌校就找兩個題材 第一個 中小型鼓 對 做夢行情 因為現在是財報空窗期 我記得去年這個時候 做的是神盾集團 對 神盾集團 那時候是非常的兇 很猛 很兇 大家都不相信 就嘎空 嘎到爆發 對 嘎到你最後天龍捲鮑魚 對 那最近做夢行情 是用肋骨輪動 而且輪得很快 可能大概就兩三天 比如從最長的 一開始就從CPU嘛 然後輪到這個BBU 然後輪到這個超級電容 最近輪到這兩個 資安跟IC設計 對 這兩個是 這兩天轉牆的 對 所以最近先操作這個 然後資金再輪回來 我覺得可以輪來輪去 好 那包含了 投信集團跟主力作帳 視訊幫大家各挑一檔 強中強的來做分析 對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 偽創的子公司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公司 因為保守投資人 可以看一下偽創 畢竟AI伺服器部分 神達最近噴出 會不會有一些比價效應 有可能 偽創獲利比較好 那再看一下說技術面來看 也是整理很久 因為今年其實偽創沒什麼漲 像廣達 鴻海都飆漲 其實偽創就相對委屈 好 那馬斯克他創立的SAI 啟動大投資 AI大投資 那新聞是在講說 偽創其實比較受惠 然後再來其實他公司派 之前法說有講到 連續兩劑有AI伺服器的業務 都會在計增年增 所以等於說未來兩劑的業績 你不用太緊張 應該都不錯 我剛剛看到他公布的營收 雖然是月減 不過是年增是有20幾% 所以相當不錯 所以最近一個月有 外資也買了5.7萬張 投信買了4.1萬張 都是大買 那你從技術面來看 是有機會去突破前高 因為唯一已經過高了 那偽創的話 如果說再往上拉 突破這個1.26 那我覺得有機會往上去做攻擊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這邊 其實 放大一點 對 這邊就可以 這樣就可以 那其實有機會 我覺得甚至都有機會挑戰前高 是有機會的 對 如果說比較保守投資人 可以看這檔 因為你看法人目標價 最高有看到200 我覺得比較誇張遠一點 對 那中間的 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 也都有150 160 都有150 對啊 那你現在才120 我覺得往上去挑戰這些 法人的目標價是有機會的 而且籌碼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不錯 對 好 那再來就是看投信作帳 最近的話 折疊機部分 投信資金有回來 那富士達已經 破千了 已經破千了 所以說比較位階比較低的趙立 你就可以回來看一下 因為華為要推出新機 12月12號在杜拜 要舉辦這個全球發表會 那趙立的話 其實也是它的供應鏈之一 股價的話你看 這也剛過年限而已 你看到剛過年限 你看到最近都這樣子 其實投信最近10天是買3300多張 只要拉紅K 整理一下就會再往上拉 拉紅K整理幾天就會往上拉 所以你要利用它整理的時候 或是回到年限的時候 年限在201 靠近的時候 因為剛轉強 我覺得都可以回來做佈局 而且它拉紅K之後的整理 其實都沒有破紅K的一半 對 就是很強勢對不對 連一半都沒有破 也一半都沒有 算是滿強的 好 留意一下趙立友這個 買進的節奏 那主力的作帳 BBU CPU都過了 還有什麼樣的標的 大家可以注意 對 那這個IC設計很久沒動了 而且它很活潑 IC設計很活潑 就是因為最近大家在看這個Switch 2 Switch 2因為1月可能會發表 然後可能3 4月會賣 對 聽說 回圍7年沒有推出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玩這個遊戲 有 加減都有玩 對 瑪利歐 這個也是一個題材 好 那因為尾權店 就是做這個遊戲機的電源管理IC 那也有做AI伺服器的風扇馬達驅動IC 其實有它的題材 而且股價也很久沒動了 那看起來是剛起漲而已 因為是剛突破年限而已 那今天可能有一些隔日從 那再看一下說禮拜一 一樣這個紅K二分之一 或是回來年限 年限在61.5 可以特別留意 因為最近這一塊Switch 2的 好像都有動 除了組裝的紅嘴嘛 這兩天也有動 然後像這個很弱的旺宏 那種Flash的旺宏 其實最近也突然起來 所以有整個族群性有在漲 所以你可以短線去衝一下 不是說一定要做長線 這個就是那種主力作帳 可能一下很快就漲完 然後輪來輪去的 你就可以進去當衝 隔日衝 賺個小價差 因為士君剛才說 主力作帳 目前短線上面可以留意的兩個族群 就是一個是IC設計 另外一個就是支服相關的概念湖 短線上面的操作是有機會的 那我們看一下下個禮拜的行情 怎麼做變化 因為畢竟這個禮拜漲了好多天 可是外資看起來 這態度對台北股 是不是越來越偏樂觀了 那下禮拜的行情 指數還會繼續這樣子急功 還是說它可能會稍微的震盪整理 不過個股還是很有機會 看起來是震盪整理 然後慢慢的去緩步挑戰 兩萬三千七百點 這個是比較有機會 因為畢竟美股漲多了 短線我們台股也漲了 從低到高漲一千三百點了 好 那就是利拼作帳 然後我們今天幫大家準備 是這個頭信五虎將 頭信作帳五虎將 對 頭信作帳五虎將 那我先給各位看一檔叫做 剛買的6451 大家很久沒看它囉對不對 CPU最弱的一檔 對 它最近都沒表現 慢慢的往上拉 對 然後你可以搭一下這個 頭信的買賣超快就知道說 我們下面看一下頭信 看一下說最近頭信 開了進來買囉 它開始漲了有沒有 如果說搭頭信的話 沒關係 等一下再看 好 等一下看 好 大家回家自己看 給它一點時間 大家回家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頭信買賣超快 就知道開始進來買 那剩下還有哪幾檔 我們另外四檔 你就拿到這個名單之後 你就是在月底之前 可以操作這些股票 我拉回都可以買 好 掃描這個QR Code 或是在你的Line 打這個小老鼠打WNG88 兩個方法 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我們就放在這個 右上角記事本 然後我們因為我們節目到 通告到之前就沒了啦 要休息兩週 所以後續還會錄很多影片 教學 推薦的股票 都會在這個記事本 跟這個Line Ad裡面 好 訊信KY剛才抓出來 我剛剛發現到籌碼 這兩天突然投信 跑進去大買了喔 那投信作帳的標的 怎麼樣來掌握 投信剛發動的節奏 大家都可以跟視訊來聯繫喔 掃描這個相關的內容 就可以找到老師的資料跟影片囉 果然聊一下 資安股又先漲停潮 這個是最近主力作帳 非常積極的標的嗎 到底要挑強橫牆還是搶低檔呢 好 京城出量可不可以追悟 趕快回來我們請問解帥 休息一下鎖定1600股民開講 歡迎回到1600股民開講 台幣四連升 今天一度見到32.3次投身 三分收32.408元 這個熱錢外資的錢真的回來 要來搶耶誕大禮包 甚至過年的紅包嗎 我想問一下節帥老師 儘管昨天今天台肺股 都留了小黑K 可是你看連吳瑞縣碰都沒有碰到 下禮拜的行情會不會更加熱鬧 好 謝謝明君 首先我們來複習一下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最後的表現 是收低70幾點 這個行情到底需不需要擔心害怕呢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K棒 在講今天K棒之前 剛剛明君也提到台幣四連升 台幣四連升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外資的熱錢進來 進來幹嘛 當然不是進來吃麥當勞 而是進來吃 進來幹什麼 投資我們台北股市的股票 K棒的形態各位可以看到 今天雖然收低74點 但是它連五日均線都沒碰到 而且在所有的均線之上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MACD 它還是黃金交叉 所以很顯然的 今天會壓低74點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很簡單 它出現了賣壓 但是這個賣壓並不是恐慌性的賣壓 而是解套賣壓或者是獲利賣壓 這兩種賣壓 為什麼說會有獲利賣壓 因為連續漲那麼多天 總是有一些股票有表現 人家賺錢的人家想賣 而且禮拜五剛好遇到週末 週休二日 人家想說賣股票 讓自己的壓力沒那麼重 這叫做獲利賣壓 那解套賣壓 有人之前在高檔地區買的 現在解套了 人家想要重新選股 這也會產生賣壓 所以這個賣壓 其實我對大盤來說 我認為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畢竟漲了那麼多天 總該消化一下吧 就好像我們如果每天大魚大肉在吃 然後都不讓它消化的話 人是不是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我認為這種 漲了一段行情之後 休息一下 把賣壓消化完畢之後 會對後面的行情的助長的功能 會更強大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我們還是一樣一句話 選股不選市 選對股票 你什麼行情都不用怕 這是我一直強調的一個重點 那怎麼樣才能夠選對股票 首先我們一定要選到 多方趨勢的股票 大盤不管漲或跌 像之前11月份 我跟明君同台的時候 那時候大盤不是一直在跌嗎 我就一直強調選股不選市 不要理會大盤 對不對 如果當時你聽我們的話 而選到我們11月所講的那些股票 現在早就已經不知道賺兩成三成的 應該超過了 那當然怎麼選股 第一個一定要選到多方趨勢的股票 那就看MACD到底有沒有形成黃金交叉 為什麼大盤我說不用怕 因為大盤現在的MACD是黃金交叉 所以它還是多方趨勢 然後最重要是什麼 你知道嗎 最佳進場點就是在 MACD黃金交叉的第一根 突破整理平台的紅K棒 這個誰閉著眼睛用力買下去就對了 那這個會不會很容易判斷 我告訴你絕對很容易判斷 我昨天就講過了 你只要眼睛沒打湯 你絕對看得懂這個什麼 叫突破整理平台K棒 如果看不懂的話 我們今天就開始來舉例 但是股票有那麼多支 一兩千支 我們不可能說每一支都去檢查 沒有人做得到對不對 所以我說什麼最快 人工智慧運算的方式最快 因為它每天可以主動幫我們掃描 哪些股票是穩合我們技術分析邏輯的股票 這樣我們就可以技術掌握到強勢的標股 而且底部起漲馬上就可以做進場 好 今天來講三支股票 我要教大家 你怎麼樣去選擇股票 怎麼樣在起漲點去做佈局 首先講第一支股票 這支股票今天漲停版 叫6214金城 來認真聽 我開始教了 首先我說了 我們一定要選多方趨勢的股票 明君你看一下這支股票 是不是在昨天MACD黃金交叉 對 那我請問明君一件事情 你覺得這根K棒有沒有很突兀 有 我們昨天講到很奇怪 很奇怪 非常明顯 很醒目 而且非常醒目 我說了 同志朋友 你只要把麥芽不合套湯 你看到這一根K棒 你一定會覺得它特別的突兀 這代表什麼意思 有人在昨天已經大量的買進了 那如果說有人昨天告訴你 這支股票可以買 甚至於可以去追漲停的話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再賺一根漲停版 當然可以 沒錯吧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AI怎麼說的 你一定會很好奇 為什麼我都能選到 這麼厲害的股票 其實有了AI真的很方便 2000支股票 我們為什麼這麼厲害 有辦法一眼就找到 來 你看一下12月5號 143塊趨勢是翻多 由綠翻紅 這也是不是出現 箭頭向上的訓鬧 那個根據AI的判定 如果在同一天 出現兩個訓鬧的這種股票 是強中之強 特別強的股票 所以我在昨天12月5號的時候 各位如果昨天有看我節目的話 我說有一檔股票140幾塊 而且明君也強烈的暗示大家 如果你可以去看一下我Light 我昨天所預告的股票的話 其中一檔就是這一檔股票 它叫什麼 金城 而今天是不是馬上亮燈漲停板 所以我說親愛的同事朋友 如果你真的沒有本事找到標股的話 你來找結帥 結帥就是標股的代言人 那當然你說 老師那個金城我昨天來不及交Light 那今天有沒有更強更新的標股 當然有 剛剛明君 我相信廣告中的事情 你有去看一下 請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所看到的內容 其實這兩檔個股也是 突然出現了很突兀的紅棒 你可能來不及上車 但是也有可能下禮拜的動能 代表有人進去了 還是我繼續會往上 沒有錯 好 我跟大家預告一下 今天的兩支股票 一支大概130幾塊 一支60幾塊 60幾塊的股票 我相信各位股民一定買得起 那中高價股130幾塊也沒有多貴 那我想呢 我想要告訴股民的就是 我們來股票市場 最重要就是要搶錢 不是來求學問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答案的話 其實現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機 掃嘛這個QR Code 因為在今天我們的記事本裡面 就已經幫大家找出了兩支股票 我說為什麼我只選兩支 因為我不想學其他老師一樣 一次丟20支 30支給你 坦白說 我如果要預告20支 30支的話 那個有預告跟沒預告一樣 因為20 30支股票裡面 你要怎麼去挑選 你根本無從挑選 但是我們均權的這兩支股票 真的你都可以做佈局 而且我說了這一年來 我今年這個股民開始的時候 我頭髮真的白了好多 因為每天都在花心思 想辦法要讓股民賺到錢 所以我每天都很用心在找股票 所以股民如果說你們不想 辜負我的一片好意的話 現在就掃瞄這個QR Code 好 這第一支股票 再來講第二支股票 可以買的股票 來 這個叫利基8111 仔細看一下11月底的時候 他趨勢翻多之後 在12月份他是不是出現連三紅 那今天出了一個上影線 投資朋友說他是不是結束了 沒有結束 我告訴大家 任何股票都一樣 連三紅連四紅之後 他一定會有一些黑K棒 或一些賣壓 那個叫獲利賣壓 那這些獲利賣壓 要讓他消耗完畢之後 他才有動力在往上漲 一定都是這樣 股票不可能說 每天都一直不斷的漲個不停 就連標幅 他要漲三層 四層 五層 他中間都會有一些小黑K 這些小黑K都是這樣 最佳的進場點 好 那這支股票的 最佳進場時間點 應該是在10月29號39.45元 那我說為什麼現在他可以買 今天他是開高走低 但是在12月5號的時候 你看一下他昨天出現的 箭頭向上訊號 買進的價格在44.45元 那今天盤中一定有這個價格 可以買到 所以我今天特別再拿出來講的 重點是什麼 這一支股票 他後面還有機會在漲 因為他的趨勢才剛剛翻多 所以在昨天 其實我們也有預告這一支股票 那所以昨天預告的股票 今天是不是馬上都得到驗證 尤其是第一支股票精神 昨天就跟大家講了 你趕快去看 趕快去買 如果你兩支都買 你至少會賺到一根漲停板吧 而且我不是給你20支 是兩支 兩支你各買一張的話 隨便 卡拉拉的 賺錢都很簡單 那不是這樣 好 再來講第三支股票 就更不用講了 來 昨天才教大家 來 各位 昨天我告訴大家說 這個01 3029這一支股票 它其實在11月下旬的時候 趨勢翻多 而且我還教大家怎麼看 你看 像這種趨勢翻多的股票 你只要看到這一種 很突兀的K棒 你閉著眼睛用力買就對了 對不對 然後來到昨天出現了漲停板 我告訴大家什麼 我告訴大家說 這又是一個新的攻擊波 有沒有 昨天節目去看一下 我說這一根 你只要把酒磨湯 它就是一根很突兀的紅K棒 這一根也是 這一根也是 一根 兩根 三根 所有可以買進的點 這一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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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通通可以買進 所以光這一檔股票 你可以進場的次數 至少三次以上 然後這三次以上 你隨便買 你隨便都一定可以賺到 今天這一根漲停板 就像昨天 漲停板 你就算給它買進去 你今天一樣可以賺一根漲停板 所以我在昨天的預告 不是隨便講講的 而是根據我多年來 技術分析所學到的東西 當出現這一種 有攻擊性的突破整理平台 紅K棒 它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攻擊訊號 那我們如何從2000支股票裡面 去挑出這一支股票 其實非常簡單 11月20號那一天 在106塊趨勢販度的時候 基本上就可以建立基本持股 來到11月20號 你看這一根很突兀的紅K棒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剛剛講的很突兀的紅K棒 AI它就會告訴你可以買進 這個就是AI很方便的地方 因為AI它也會判定這一支股票 它到底有沒有出現了買進訊號 而這個買進訊號我說了 股票它這個東西是這樣 有人買它才會漲 沒錯吧 有人買的東西它才會標 沒有人買的東西它怎麼會動 所以這支股票在11月25號 出現這一根突兀的紅K棒的時候 我們在隔天11月26號 馬上就跟大家預告 所以我的Light我說真的 我真的是在為股民著想 因為我知道有很多股民 你們可能工作忙碌 你們沒有時間看股票 所以你們想要找到標股 其實只要找到我就可以了 而且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的Light記事本裡面 還有很多重要的資訊提供給大家 譬如說像早上9點半 我會寫一份大盤的技術分析研究報告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如果你關心大盤的走向的話 是可以來參考一下這份資料了 到了每天下午3點半 我說我們這個股民開獎的節目 其實大概嚴格講起來 大概是只有10分鐘左右的時間 10分鐘最後的時間 你說要做教學的東西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另外又花了 一二十分鐘的時間 在每天我會錄製一個 網路直播的教學影片 我說過了我們每一個人來到股市 我敢講10個股民 你會看這個節目的 10個股民都是想要賺錢 那錢有沒有可能從天上掉下來 不可能 你要怎麼做才能夠賺到錢 一定要進場去操作股票 那這些操作的技巧在哪裡 在哪裡 我在我每天的直播教學影片當中 都會有很詳細的說明 而且我們的股民開獎 我是不是每天都只講三檔股票 在我的直播節目裡面 還有第四檔股票 這第四檔股票是什麼股票 我是怎麼操作的 都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投資朋友 如果你想要了解這些 真槍實彈的操作 想要怎麼樣在股市 真正的靠實戰操作 賺到錢的絕招 都在這個影片裡面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而且還有好康的資訊要給大家 大家去看了就知道 是什麼好康的資訊 那最重要是 我們每天還會幫大家 精選底部期長個股 剛剛明君已經有暗示大家 它是什麼類型的股票 然後我也告訴大家 這兩支股票 一支是130幾塊 一支是60幾塊 如何去看到這兩支股票 非常簡單 加入我Light就可以了 如何加入我的Light 有兩招 首先第一招就是掃瞄這個QR Code 5到10秒鐘的時間你就可以輕鬆的找到我 或者是透過我們的ID 直接去搜尋小老鼠A957 這個很好記 小老鼠把它輸入進去之後 A957 這只有幾個 一個英文單字還有三個數字而已 輸入完畢之後 記得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你輸入了 你找到了我的Light的時候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一定要記得做一件事情 輸入888三個關鍵的數字密碼 888輸入進去之後 你會得到什麼 很簡單 在一秒鐘的時間 我會把我今天所錄製的 網路的直播教學影片 傳送到各位你們私人手機的Light裡面 你們根本完全不需要花時間 也不需要花費任何的力氣 就可以得到我今天的 網路直播教學影片的連結 而且可以很輕鬆的去觀賞 那至於在我們今天的記事本裡面 又幫大家精挑細選找出了兩支 底部剛剛出現起漲訊號的股票 其中一支股票是130幾塊 另外一支股票只有60幾塊 不管是130幾塊或60幾塊 其實基本上下個禮拜一 你都可以進場做佈局 那這些資訊其實你隨手可得 那人工智慧的一個選股教學影片 已經錄製完成了 我剛剛講過了 你想要取得這一份 人工智慧的選股教學影片 想要了解更多實戰操作的 一個教學技巧的話 直接加Light並且回覆888 我們會在一秒鐘的時間內 直接傳送到各位私人手機的Light裡面 歡迎各位踴躍的來加Light 好 那提醒大家有問題的話 對於週末週末的行情怎麼掌握呢 那個都會在這裡 對於週末的行情